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最近ETC这个事情 火灯大家都很焦急 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而且很多朋友都办了ETC 到底用还是不用呢 很纠结 因为我们以前大家不用ETC的时候 或者以前用ETC的时候 我们在高速出口的时候 都是一过一看 第一赶这一台多少钱 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而且过年天你这个收到账单了 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自从圆圆一号之后 大家发现赶这一台低0元 这高速公路居然免费了 挺好 但实际上过两天站单一来 我这个是出了上国吧 明明我就是回来到老家 这高速费怎么这么贵 由于圆圆一号之后 取消了审计收费账 农民价替代了圆圆的收费账 所以在路转路的地方 高速换路的地方 不同的路段都塑上了农民价 这个每一个农民价 就是一个计费节点 那么你原来的整段计费 点对点计费 现在就变成了分段计费 也就是说 你原来从A出口到B出口走过来 不管你中间是走的是直路 走的是弯路 走的是折线 反正我只计算A出口到B出口 这一段的距离收你的费 现在它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农民价有了之后 你是走到哪条路 它清清楚楚 所以它收费的时候 就不再是按照最短的距离 而是按照你走的实际距离来收费 而且你走的这段路 它还分属于多个不同的投资主体 也就是不同的这个部门 不同的这个公司出的钱 那么这个高速收费收的费呢 就归还不同的主体 因为别人出钱是修路了 这肯定在这个收过路费 这个很正常对不对 所以说最后你的收费方式就变成了这个分段计费 你在高速上一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你看到的是0元 但是你这个每一段早就把钱给你收掉了 所以你看到的是0元嘛 针对目前这个收费方式突然这么一改变 很多朋友都不习惯 再加上看起来这个费用 好像比平时我们跑的费用更高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朋友就更加不习惯了 所以很多朋友就在开始纠结 我这个ETC到底用还是不用呢 那么喵哥也从这个很实际的角度 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 假如说你现在跑高速你查一下 如果你这段高速也不用跨省 也没有这个换路换的很多 就没有多个收费主体 一般情况下一段路或者一条直路 你要走扎道转弯的话 一般都会更换收费主体 所以说换的不多的情况下 其实使用ETC也不会出现说分很多段来收费 这样即会出现失误的概率会相对少一点 但是假如说你跑高速好像比较远 还要跨省要不同的频繁的切换 不同的道路 这个时候如果你担心收费失误的话 那么在上高速之前 你就可以不走ETC通道 走人工通道 然后去领卡 下高速的时候 凭卡交费 就像你原来上高速一样的 这样的话就避免这个ETC 这个多段寄费 然后走到出口的时候一看 只有几块钱最后一个账单发过来 把你给吓坏了 你自己也不用说跑完高速之后 我还得这个醉醉不安 紧张好几天 今天看账单 明天看账单 看看这个账单来了没有 看看到底多少钱 也不用这么紧张 是不是 因为ETC普及之后高速公路系统也进行了升级 进行了很多这个改变 所以计费方式也需要更加的优化和调整 但是不管怎么优化调整 对于我们普通这个车主普通老百姓而言 我需要的是明明白白消费是不是 我跑完高速之后 一百就一百 两百就两百 你直接告诉我嘛 你为什么这个不告诉我 让我过几天才去收账单呢 你搞得我这个本来胆子就小 你看我在家里面睡都睡不着 吃也吃不香 每天为了这个事情当惊受怕的 多麻烦呀 你直接告诉我 我当成就把钱给你付了 这样的话钱和年轻 大家都开心 那不是挺好 你真要这个系统出错 跟我记错了 退过我嘛 或者你学学那些卖东西的 错一罚三错一罚五 你放的被返回给我嘛 这样的话是不是 我也就不用担心 好了以上就是针对ETC 大家这个吐槽 喵哥给大家提供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见解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你还认同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